好 大家就到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因為每個鍋子真的都有不同的用途啦 所以如果真的要我挑一個的話 嘿喲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無獨不沾鍋的下集 今天我們會講煎蛋實驗還有一些我的綜合心得 如果你想要知道關於不沾鍋的原理 記得要去看我們昨天發表的上集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煎蛋實驗 那煎蛋實驗我們分成兩個 前半部呢是打散的蛋 因為蛋黃裡面有非常多油 所以你要做炒蛋那類打散的蛋其實是比較容易不沾的 那再來第二個呢我們就做荷包蛋 因為荷包蛋就是純粹的蛋白 而且它還是液體 所以它很容易黏進鍋子的各個縫隙裡面 所以荷包蛋呢是我個人覺得最容易沾的東西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來看我們的實驗吧 首先所有的鐵鍋呢 我都會先用洗碗精把油離的油份洗掉 只是它上面的油膜 那所有的散蛋呢都是同一碗散蛋 但是荷包蛋就是一顆一顆分開的 首先來是不鏽鋼鍋 這個我們要把它燒到有萊登福斯特效應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下我們不沾鍋原理那一集 那如果是陶瓷鍋或是上面已經有油膜的鍋 這個是燒不出來的就不用嘗試了 首先嘗試散蛋 非常輕鬆就達到不沾的效果 接著試試荷包蛋 嗯...失敗 再來我們嘗試雙人排太陶瓷鍋 散蛋也是輕鬆過關 荷包蛋呢也是成功 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接下來我們拿出Neoflame的Fica 散蛋超級輕鬆 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來 荷包蛋 嗯...算是成功 不過好像翻的沒有很好 再來一次 也是成功 鍋子幾乎都沒有髒 非常的滿意 再來我們嘗試大骨鐵器鑄鐵鍋 散蛋輕鬆過關 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來 再來嘗試荷包蛋 這個真的有點緊張啊 畢竟我養鍋子養了一個禮拜 還算是很新的鐵鍋很容易沾的 結果居然成功翻過去了 也是幾乎沒有留下痕跡喔 再來拿出這個日本名產吉鐵鍋 散蛋輕鬆過關 荷包蛋也是非常輕鬆 接著拿出我隨便買的炭鋼鍋 散蛋有一點點黏不過算是通過 荷包蛋果不其然沾得一塌糊塗 接著呢 是我知道很多人一定會問的 LC髮廊鍋喔 散蛋沒有什麼問題 荷包蛋呢 我覺得其實算是不沾啦 可是因為這個鍋子畢竟有點小 所以不是很好翻 而留下一點痕跡 但大體而言 我覺得算是不沾鍋的喔 好那我們做完12個蛋的煎蛋實驗 膽固醇爆表 真的 這可能要分兩三天慢慢吃了 那以實驗結果而言的話 大骨鐵器 還有這個River Light的集鐵鍋 還有泰陶瓷鍋 跟Neoclame陶瓷鍋 都是非常乾淨的 LC這個也算是蠻乾淨的 但可能這個鍋我已經用得比較久 而且它的形狀也是蠻難煎的啦 所以就稍微有一點點沾 但我覺得已經算是很不沾了 然後這個不鏽鋼鍋 跟這個一般的阿嬤炒鍋 可能我不太會用吧 所以都還是沾得很嚴重 好那再來進入我們第三個部分 就是我個人的綜合使用心得 因為我真心的覺得 鍋子不是只有不沾就好 之前有講過嘛 本身它的熱容阿 它的傳導都是很重要的 那首先我們講一下 我們剛剛真的很不沾的鍋 比如說這個集鐵鍋 鑄鐵鍋 這個泰的陶瓷鍋 Neoclame的陶瓷鍋 那其實像我這個是 Neoclame的陶瓷炒鍋 這個它剛來的時候 也是非常的不沾的 可是因為我這個鍋子 已經大概三年了嘛 那我中間常常用大火炒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鍋子 我沒有拿來做煎蛋實驗 因為我知道它煎蛋一定會沾 可是其實說實在的 我已經用了三年了 這個鍋子拿來炒肉炒菜 都是非常非常不沾的 所以我覺得它拿來做一個 炒肉炒菜鍋 已經算是非常的理想了 不過如果你要拿來炒飯 還是有一點辛苦的 那像我當時剛買Neoclame的時候 我記得我用了大概一年半左右吧 都是一直一直非常的不沾的 那這跟你個人的使用習慣有關 如果你就是習慣開非常非常大的火 那像這種陶瓷鍋子 可能就不是很適合你 因為陶瓷鍋火太大 就會慢慢的失去它的不沾性 那我們老粉都知道呢 我個人真的很喜歡Neoclame 所以其實我們下禮拜會出一個Neoclame的全系列 然後還有團購跟抽獎 讓我們期待一下喔 好然後回歸正傳 通常像這種陶瓷鍋啊 不管是Neoclame的 還是像這種雙人排的 他們都是鋁鍋核心 所以鋁鍋核心的鍋 導熱比較好 熱溶比較好 所以就是會比較均勻 所以像我個人很喜歡今天水煎包啊 蔥油餅這一類的 真的還是像這種傳導好 熱溶大的鍋子比較合適 因為像這個擠鐵鍋啊 雖然說它本身也是不沾 可是因為它的傳導性就是不好 然後它的熱溶也小 所以就很容易受到火焰的大小影響 你知道嗎 講簡單就是 如果我用這個東西來煎蔥油餅啊 會有一半焦了 另外一半還是白色的 沒有辦法煎得整片都金黃金黃的 可是像這種鋁鍋或是鑄鐵鍋 因為它本身的熱溶大 所以它煎起來真的可以比較均勻 然後如果你喜歡煎牛排啊 雞排這一類 就算你真的不能夠容忍任何溫度降溫的 真的還是鑄鐵鍋最理想 這種鑄鐵鍋因為熱溶大 它的溫度幾乎不會改變 所以你用這東西來煎牛排那一類 真的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們今天照大家 各自的使用習慣來分門別類的話 首先如果你不喜歡家裡有油油的鍋子 你希望你的廚房就是很乾淨 不要有任何蟑螂什麼可能來填上面的油的話 那這邊這幾個要養鍋了 你都可以不用考慮了 你選的只有這種陶瓷鍋 但這種陶瓷鍋呢 就是兩三年之後你可能要太緩 如果今天你不在意要稍微養鍋 或是稍微照顧鍋子 這邊這些鐵鍋呢 真的是可以當你的傳家寶 我阿嬤那個鍋子 到現在我們家都還在用 你知道嗎 所以像這些這些不鏽鋼鍋啊 鐵鍋啊 真的是你用了幾十年都沒有問題 而且像這種鐵鍋真的會越養越好用 只是你就要注意說你每一次用完可能都要照顧他們一下 鐵鍋最難照顧 這兩個稍微容易點 但這個不照顧也沒關係 然後再來呢是做菜的類型 如果你很喜歡大火快炒 你喜歡吃那種快炒的菜 那像這種是適合你的 不過這個的前提是呢 你家的瓦斯爐夠力 因為像美國或是歐美很多地區啦 其實是電爐 或是那個瓦斯的瓦數都非常的小 你是沒有辦法像人家那種大火快炒的 你看那種王鋼的影片裡面不是都火超大嗎 一般的家庭哪有那麼大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家瓦斯爐不太夠力 炒起來的菜就是不夠脆 沒有那個口感的話 其實你應該要選熱熔大的鍋 像是這種的 這種熱熔大的鍋呢 雖然會比較容易燒焦一點 因為它溫度就是一直很高 可是這是如果你家瓦斯爐瓦數不夠 你唯一一個可以做到有點熱炒感覺的方法 就是你鍋子的熱熔大鍋 那如果你很想要省電省瓦斯 這種小熱熔的鍋子是會稍微合適點的 可是這樣的鍋子真的不適合拿來煎東西 凡是你要做任何真的會在鍋子裡面放很久的 蔥油餅水煎包牛排雞排各種排 你會在鍋子裡面放著不動的 你都應該選熱熔大的鋁鍋或鑄鐵鍋 快炒了要一直翻炒的 可能還是像這種炭鋼鍋比較實際 可是其實坦白說啦 雖然說這個很不沾 但是我個人最愛的其實還是牛飯 我還是喜歡牛飯這個鍋子 因為我平常其實很少做炒飯什麼 那種會黏鍋的快炒類的東西 我最常的就是炒草青菜炒炒肉 那這個鍋子雖然我已經用了三年了 可是它炒青菜炒肉都不沾啊 而且我又不用像這個鍋子一樣 每次用完之後就要立刻燒乾怕它生鏽 我就隨便把它放著 在洗碗機裡面隔天再洗都沒什麼關係你知道嗎 這個真的還是輕鬆很多 我用這邊的炭鋼鍋呢 真的是比較有壓力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家工作嘛 有時候中午炒個菜完 像這個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把菜放在裡面 我都不用擔心怎麼樣 但像這邊我就要立刻把那種濕濕的菜拿出來 然後趕快把鍋子稍微洗一下擦乾 不然我怕它真的有可能會生鏽 所以如果你日常生活很忙 沒有辦法說煮完飯就立刻處理你的鍋子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點麻煩 然後我還是喜歡這個鍋子 但是如果你要炒飯的話它真的會黏 還是這邊會比較不容易沾 好的到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因為每個鍋子真的都有不同的用途啦 所以如果真的要我挑一個的話 我會說 不如全部都買吧 放屁家裡又放不下啦 不管怎麼樣呢 如果你真的只能買一個鍋子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照你本人最常做的菜是什麼來決定啦 如果你通常做的菜是固定不動的 比方說煎麵餅啊牛排雞排什麼的 那真的就是熱榮大的 快炒類的 然後如果你不想養鍋就是這邊 如果你想養鍋 有個傳家寶鍋的就是這邊這樣子 那大家要記得呢 我們下禮拜會有 牛夫人的團購跟抽獎 所以請大家期待一下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希望這影片有幫助到你 我們今天鍋子的類型真的非常的多 而且我為了準備這個 養鍋養了兩三個月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的話呢 麻煩幫我按讚分享給我一點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